大山深處 竟然神奇白色洞穴 煙霧瀰漫 巨聲不斷 人不遍地 究竟是神秘作素 還是自然造化 神秘莫測的地下迷宮當中 隱藏著怎樣神秘的秘密 解密大人道 馬上為你解密 探秘白色魔法 十年前有一天 重慶市彭水縣太原鄉陳家幾兄弟 去到山上斬殘 逛逛逛逛 茂密的樹林當中 隱隱約約見到一個很神秘的山洞 大家好奇 一步一步地走進洞裡 走進去後才發現 全部都是石筍石柱中雨石 琳琳五目 很快翠他還發現 地下鋪著一層白色的東西 整個洞穴 就好像一個很神秘的冰雪世界 就是這樣 突然之間 他們好像看到些甚麼 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今期的解密大行動 重慶市彭水縣太原鄉 有一個村叫做花園村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個村莊 在大山深處 四面環山 山上終日都霧氣遼擾 山頂很高的 海拔去到一千三百多米 而花園村之所以比附近周圍的都熟知 不是因為它這裏漂亮 而是因為山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白色地公 我可以呼籲不到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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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地方 多不值 真的聽聽他們有一個三四五點 聽說過嗎 聽他們說過 聽說是怎麼說的 就是那個組織有十多米高 那個組織有十多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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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看了一塊魚 然後又不像十多米高 但是我沒有去過 通過村民說的東西我們得知 這個神秘的山洞 在山頂的一個巨型的天坑裏面 而說到這個洞穴當中其他的情況 村民就顯得無神秘客 這個洞穴頭 你嘴到那裡 它就全部都沒有人吃 但後來他們就是那個 就是拿一堂辦莊家 他們去辦莊家 那些辦莊家都沒好得下 後來它是 後來感覺是入腰 這鄉是什麼就是說 牆那個 牆以前靠壇子那種很紅紅香 有暗紅 有那些牆那個蕭啊 牆有那些被蕭的肥蕭 還有那個蕭蕭 你看看 鬼異的紅煙 共龍共龍的怪聲 錯綜複雜的岔路 甚不見底的洞穴 而且還有人在一個洞穴裡 看到一些人骨 再加上一些巨大的腳印 關於這個神秘的山洞 大家心裡又害怕又很尊敬它 總是覺得裡面 一不是就有些妖魔 一不是就有些鬼怪在那裡搞搞震 為了解更多的情況 我們找到了當年曾經落去的山洞底 而且是一位唯一見過洞裡面 白骨和腳印的村民 他的名字叫做楊成銘 聽下他怎麼說 經濟過幾次了 我經濟過兩三次 經濟過兩三次了 是 你們什麼樣子 反正是爛地 有些人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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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搶走 搶馬匹 白鯨成銘 有些人是一個 人是白鯨的那個房子 老人家年紀大了 叫他陪我們上山去找山洞 似乎不太適合 在另外兩個村民的帶領之下 我們決定前往那個神秘的洞穴 走了一個多兩個小時的山路 一個巨大的天坑 就出來在我們面前 整個天坑被樹木遮住了 上面有一條自然形成的橋 周圍顯得又有靜又神秘 村民口中那個古怪的山洞 就在天坑下面 就是這個,那個洞在哪邊 這個洞在這邊 這邊,從這裡進去嗎 看不到我 現在站在這裡 看不到那個洞的位置 我看不到一個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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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這個洞有多大呢 這個地方 整個這個洞 每個崞穴 我看不到十五米 我們發現了 整個天坑不但很大 而且周圍都是懸崖峭壁 你根本沒辦法直接到坑裡 這個坑下去有多少米 這大概 大概是五、六十米 五、六十米 五、六十米 你明白嗎 整個洞穴 然後有鎖子 有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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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危險 這五、六十米高 但是五、六十米 但是反正平常小心 這個平台仔 只可以容納五個人 是我們落坑的唯一入口 為了可以順利去到洞穴 當地村民決定了 下去看看什麼環境 老大 下面下去還有路嗎 沒有 沒路了 沒有 那下面是個什麼情況 下面是個選擇 是個崖壁是吧 當地的村民落到天坑五、六米的位置 看了看地形之後 發現原來洞裡面 險峻的程度 真的超出我們之前所有的預料 根據天坑的地勢和村民反饋的情況 我們簡單地制定了一個落洞的方案 從地面下降到十米左右的一個 可以容納十個人的平台 在這裡作為一個中轉斬 再向下十米 去到另外一個可以容納三個人的圓壁 最後 直接降到洞底 通過繩索 又在當地村民的幫助之下 多艱難 才去到洞下面的第一個平台 這裡根本就沒有辦法佔人 怎麼辦 這裡最多只能佔三個人 下面是個懸空的 而且 下面只能佔三個人 沒有專業的設備 也沒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 移送第二個中轉平台到洞底 將是垂直的下降 人要完全懸空 雖然洞底現在剩下二十多米 但是這個高度 六層樓 你一下子插錯腳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好 趕緊 趕緊 剛才 已經年輕大了 絲製組的成員 座rane 全都進入天坑 一條很紐縛的獵鳳 打斜的切入大山深寶 洞口高 大概有二十多米 但是洞口又見不到村民說那些什麼洪煙那些東西 只是朦朦朧朧一大片 看進去 嚇嚇嚇 磨體洞似的 想不到剛入洞底 在一塊岩壁的下面 又發現了 白色的粉末 什麼來的 它也沒有什麼氣味 沒有味道嗎 沒有味道 你們嚐過嗎 嚐過的 試一下看 是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味道 村民說這些白色的塊藻物 在洞底裡很多 而我們發現 越走進去洞裡 裡面的石筍 石柱就會越來越多 有大有小的棕嶼石 令到整個山洞好像樹林一樣 而且一個一個 全部晶瑩剔透 你走在一個洞穴當中 就好像去到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越走進去 分岔路越多 身手不見不止的空間 時間 都好像停留著了 而當地村民曾經說的骨頭 腳印 這些東西 究竟有沒有 是沒有的 在不斷向前下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仔細地找 我們都不想漏掉任何的細節 但是偏偏這一路上 沒有任何的發現 你仔細聽聽 整個洞裡什麼聲音都沒有 你根本就沒有那些 共龍龍共龍龍的聲音 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大概 這個是牛蕭大利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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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發現 就在這個黑暗的洞底 有一個地方 好像有一個造台一樣 有造台就是有人煮飯 有人在這裡活動過 如果真的這樣 村民又說沒有人落洞 難道他們在這裡隱藏著什麼 他們買在裡面做飯吃呢 做飯吃 做菜都是用的 上面擋著那個菜 這個小廁紙 還有那邊有個小廁紙 就是能夠小狗 你就是像以前 拿來打那個火槍 他們說的 碰火油 打槍啊 放石炮啊 就是用的 你看明顯有人類活動過的痕跡 那些村民不是這麼說的 初初的時候那些村民說 幾乎沒有人夠膽下來的 怎麼解釋啊 怎麼解釋啊 還有啊 令到我們編導覺得 很想不明白的就是 後在這些發現之後 無論我們怎樣要求那些村民 都不肯再走下去了 我知道了 他們特地隱藏著這些秘密 還有啊 我們之前看到那些 好像白雪那樣的白色粉末呢 又是什麼來的 經過幾天的走訪之後 有村民跟我們透露了一個消息 雖然這個洞地勢險要 不過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很偏僻 而且洞裡面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在很多年前 有些做火藥的人 曾經在裡面熬燒 但是過了沒多久 就有意外發生了 死了人 死了一個 就是從那以後 是不是這裡就沒有人進來過了 沒有人進來過 他原來害怕的時候 想龜那種 盛龜那種形式 他害怕它都不乾淨 令到當地村民想不到的是 就在那次意外發生沒有多久 怪事似乎 開始在山洞的周圍 百斷地出現 無估到附近 隨後我們只要到現在為止 只要到那 15、6、7、11 春天、夏天這季過夜 他一般都 他想天氣、一切草市 他有爐着 他就想天氣爐爐 他都要抹背眼氣 打他都是居滿的 但都是居滿的 由於山洞的位置相對偏僻一些 一開始 阿是呀 看到白燕 都沒有威爾 但令到他們怎麼也猜不到的是 一場災難,慢慢慢慢向他們靠近 那些紅葉,很大的紅葉 紅葉 delight把石瓣的裝作生進去 他們把雨也生疏到 有種藻蜴來幹掉 我是叫鞠鱼 鱼鱼 鱼鱼鱼和鱼鱼鱼 你说是否真的有些不明真相的在夸夸阵 村民当中有一位叫做杨成明的人 他就不准扯了 他找了几个老死一起上山 解开其中的迷糰 一堆堆的人骨, 令楊誠明害怕 他也不敢向前走 但是看火把, 差不多顏色 不, 走回頭就好過了 他發現, 在回來的路上 還有很多白色的粉末 這些粉末和一堆白骨 是不是有什麼連繫的? 想到這裡, 他也打過冷鎮 而偏偏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他發現, 他倒失了路 我後有一個洞, 有一個霞刺 下起了過後, 好, 那個油車吃一道銀河 銀河, 那個傾氣, 那個奇怪的就是像登場的人鑽 就說呢, 去穿的海戰, 像以前那些霞鑽 像登場, 奇怪的就是, 我們去聽了一個銀嘛 這個兩個, 還沒有那個鑽鑽 而且, 像媽作人, 像任主的認主要人, 就有那個傾氣 這一點, 在那這些, 在家裡, 在弄個氣 就走路了, 走路了, 看上去就不放了 這一天, 看上去就不敢走 以前是像張世忠 是我說的像張世忠西川 要幫我們四川的人殺絕 像乾饅頭的 以前他說的叫乾饅頭 乾饅頭這種人 尤其在山中都躲到去的 你殺了一刀就要出來 人的個體要長得高一刀 像我們這些人 像我們一般的好多心 他都是在福廣 從廣東到福建到上四川 就能死來天賦這個地方 不僅僅如此 陳新信就跟我們說 他們村裡還有一個傳說 說另一處岩壁道 有當年張獻忠 擺上去的一個寶貝 那這個多高 就是那邊的下來了不遠 都在板子上 就是那塊是吧 那個板子那塊 就是那塊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那裡面有很多東西 那裡面有一個小洞 人間接不到 反正說 是張匪國羅的時候 他那裡放這個保證 說說 張獻忠的名字挺熟 誰啊 講起有段故的 他是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 很厲害的 曾經建立起了一個叫做大西的政權 有相關的資料記載 甚至三年 張獻忠 退出成都的時候 絕望之際 曾經對四川進行過空前的消殺破壞 這本書記載了張獻忠在四川進行大屠殺的一些情況 而且殺的手段非常絕 殺的人的總數也很多 成都那麼一個大城市 殺的最後只剩下二十戶人家 所以村民就更加堅信 楊誠明當年在山洞裡繃的白骨 就是當年逃難的鮮癮 至於那些白色的粉末 十有八角是骨灰 雖然說 社會上對於張獻忠屠 爭議就很耐下 但是他們就再也不敢 走進這個神秘的山洞當中 那些村民震騰騰地跟我們說 他們說 如果裡面真的有這麼多先人的白骨 白骨就是冤魂 他們幻化而成變成什麼怪物 沒有人知道的 這裡這個洞穴 是我們的禁區 但是越是禁區有時候 就越是有人想把禁區打破 所以我們就帶了專家 再次去探險 這次的探險 又找到什麼謎底 廣告之後繼續為你解密 廣告回來繼續解密行動 龍仔洞口有常年不散的白霧 還有白色的粉末 巨大的腳印 很多很多的白骨 這麼多的異樣表現 令到重慶市彭水縣 太原鄉花園村 這個神秘的山洞 在當地的村民眼中 神乎其神 為了找到其中最終極的答案 我們的編導也找到了 重慶市地質擴產研究院的相關地質專家 在村民的帶領之下 我們和重慶市地質擴產研究所的專家李明 再一次來到花園村的那個神秘山洞 李明很仔細地觀察了一下洞內的地理情況 看到了洞內 有這麼多石筍、石柱 他覺得很驚喜 這總體是一個石筍 它的成分就是碳酸幹晶體 像這種石筍 它要經歷很漫長的地理年代 才可能形成這麼大的一個主筍 大家要多長時間 形成這麼一個大小的石筍 這個很難說 我覺得可能要幾萬年吧 中羽石的生長周期 大概一百年 你說要生長一個六十公分的中羽石 你就算一下吧 六千多年吧 洞內有這麼多大大小小的中羽石 你說要幾多年才可以生長出來呢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又有些新的發炎 難道李明見到的 就是村民楊成明所說的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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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這些這麼小的骨頭似乎不像是人的 不過 這個看上去比較大的頭骨 就很有可能 是我們人類孩子的頭骨 手電筒微弱的燈光照射 就這樣看下去 很恐怖 李明跟我們說 因為洞內常念無光 再加上各種各印神神乖乖的傳說 所以人在這個墳迷當中 精神很容易緊張 見到這些白色的粉末之後 李明更加堅定地否認了 這些是骨灰的可能性 那這些究竟是什麼 白色的 然後無鏽、無味 多數稱為六面體的一種精神 在觀察了當地的地形之後 李明發現了 澎水軟花園村 是屬於赫斯特地嗎 這個位置從這個地圖上看出來嗎 在這個太原鄉的花園村 就是這一塊是吧 這一塊 對 它所出的地質時代 是這個 寒武器上桶 在這裡 是寒武器上桶 對 它的鹽性主要是石灰鹽 李明推斷就說 這些白色的粉末 最有可能是石膏 或者是碳酸鈣 那你說它究竟是什麼呢 做過實驗就知道了 當我們把那些稀鹽酸 滴到白色粉末上面的時候 你看它有多少氣泡 但是碳酸鈣就很容易潮解 當它們被水溶解之後 就形成了溶於水的碳酸氫鈣 然後水就會流走 那洞裡面的碳酸鈣 為什麼沒有被水溶解沖走 你看像這塊 它都沒有這麼白色的粉末 因為這塊環境是比較適用的 上面這個裂氣水 始終是不停地往下面滴 你看周圍也沒有 只有剛才那一點 周圍這塊地面都非常的乾淨 都沒有白色的那種 都沒有 包括你後面你看整個這道斜坡 因為是有裂氣水存在 所以都沒有這種白色的粉末 現在搞清楚粉末主要是什麼成份 洞裡面好像冰雪覆蓋著的 大量粉末狀的科粒形成的原因 也就迎刃而解了 這個裂氣裡面出來的水 然後跟這個碳酸鈣 出來的水裡含了一定的碳酸氫鈣 碳酸氫鈣受熱就會封解 封解了以後就會封解成碳酸鈣 碳酸鈣就會沉澱 就會慢慢在原壁上形成中午石 還有一些像石鼠石 石柱都是這些型 石灰岩在長期的風化作用之下 再加上這個洞獨有的乾燥環境 就形成了這些白色的粉末 只要說洞口經常都籠罩著白霧 和洞裡面的焦龍焦龍的聲音 更加容易解釋 那是因為溶洞的下面 有一條暗河 你看不到的了 由於洞裡面的環境相對封閉些 所以一到四、五月份 水量很充足的時候 水份就不容易散開 就導致了洞口 有些煙霧微慢的結果 而傳來的巨響 十有八九 就是洞和暗河之間 落差太大 岩石崩塌的時候 發出來的響聲 現在恐怖的陰霾 完全散開了 原來一切的一切 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力量 專家還跟我們說 中雨石是經過幾百萬年不斷的沉積 才可以形成的自然產物 所以這個山洞 好好地開發它 分分鐘可以成為旅遊景點 如果真的這樣 恭喜當地村民 他們的經濟收入 看來可以提高了 好了 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後會有期 拜拜